OdioJungle 王黎之前一直主导改善脸书与中共高层的关系 华尔街日报22日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说 脸书资深高管王黎已于去年年底辞职 知情人士称由于个人原因王黎希望回到美国 综合外媒报道 王黎在中国大陆出生 现为美国公民 曾在英特尔公司中国办事处工作十多年 2014年他受聘于脸书 主要负责帮助该公司建立与中共官员的直接关系 2009年遭到中共当局封杀后 脸书一直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 扎克伯格本人还多次访问中国 发布他讲普通话的士兵 在阴霾天 跑步 经过天安门广场的照片等等 但脸书与北京的关系一直进展不大 去年底 中共网信半称 只有谷歌和脸书遵守中共的法规 才能进入中国 报道说 扎克伯格进军中 博士长全养赖王黎于官方斡旋 他2016年3月会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时 也是由王黎陪伴 此外 去年底落马的LDQUO网路沙皇LDQUO 10人网信办主任的卢伟 在2014年 网美时参访脸书总部 扎克伯格殷勤招待 在2015年的西雅图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 扎克伯格与卢伟还用中文聊了一分钟左右 但没想到两年后 卢伟突然被免去网信办主任 于去年11月正式落马被查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分析认为 王黎的辞职 显示脸书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再次受挫 据报道 王黎离职后 其职务已经由王黎去年9月从领英 LINKEDIN挖来的帅鹏接替 绿鹏毕业于清华大学 即算机科学于技术系 曾任职于中共发改委 负责国家电子政务和资讯安全计划的审批程序 还曾在2011年6月任职于中国搜寻引擎百度 绿鹏毕 2014年3月加入领英 成为领英的中国公共政策总监 主要负责于中共高层和地方当局打交道 并负责中国业务的相关政策与计划 帅鹏目前在领英网站的个人简介中 以删去任职中国发改委时的工作经历 自去年以来 中共全面加强了对网络和社媒的管控 封网封号 因严护罪的案例兵凡爆出 去年全年 经官方通报的数据显示 12.8末也个网站被关闭 1900人被刑事惩罚 近日微信公众平台在发公告 称部分公众号发布 歪曲中共宣传的所谓的历史信息 相关文章将被删除 严重者将被拥有